你回来了 子涛 你今天下午电话里说的那封匿名信是怎么回事啊 查出来了吗 怎么那么容易啊 奇怪 谁会做那么荒唐的事 荒唐 你以为荒唐 可是我害怕 说句实话 我从来没这么害怕过 子涛 不会是 于超他已经有 不 从原强看 他还没拿到这个东西 我就不信他姓于的能有这个能耐 几年前 把咱们家都给抄了 后来你不照样风风光光的回秦河了 你也要 丽莎 一次走运 不能代表一生的走运 现在形势很复杂啊 身为读动作文快就来庆布 这下正法口是重点 对 丽莎 对 来 你走 你心里不舒服对吧 就因为儿子一句玩笑话 没有啊 我怎么不说啊 你这人怎么了今儿吧 我这人 也不能多问你一点事是吧 那问吧 什么都能问 就问你一句 你后悔过当初的选择吗 从来没有 但是你心里一直不舒服对吧 当时有点 现在没了 那既然现在没有了 为什么自己在车里坐那么久啊 我在想点案子 自从陈子他回来 你心里就别别扭扭的 问完了吗 完了 我明白了 可能有些话你不太好意思说是吧 没事 你不说我说吧 是这样啊 第一 陈子涛这人我不喜欢 这实话 我也不想藏着掖着 但是不会影响我跟他工作上的关系 至于说他是否升官发财 那跟我半毛钱关也都没有 这是第一 第二 毕竟咱们彼此选择了对方 而且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神秘历史啊 神秘过去啊 彼此尊重对方的历史 这点胸怀我还是有的 这点你放心 第三 大人的事就是大人的事 没必要什么事都让孩子知道 无论任何形式 是 我说清楚了 我想啊 你尽快去趟香港 把那些证捧都搞干净了 尤其是这张画 这画 这画他不已经买走了吗 花了六百四十万呢 是啊 不是 你一定要跟舅舅说 任何人提到这张画 半个字都不能吐出去 这个幅画现在也不能拿出来 为什么呀 我跟谭继萍技术了几次 在线里虽然靠近了我这边 但是我觉得这安全技术不够 他必定是从今四十多年的楼警长 谭继萍 他要是敢瞎说的话 那他那个家不就完了 我觉得他不会 但愿吧 但愿吧 不过我觉得 凡事都应该想不利的一面 这样吧 你从香港直接去洛杉矶 去看看儿子 如果 如果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 你就不要回来了 怎么 紫涛 真有这么严重啊 人无远离 必要尽有 我这都是未雨中谋啊 喂 喂 姐 李斌啊 什么事啊 我姐夫约我出来 我到了 我怎么没见着我姐夫啊 她在家呢 什么 她在家呢 她刚回来 你现在赶紧过来接我 这黑的 连个人缘我都见不着 我打不着车呀 姐 那成 你等着 我这就过去 哎 哎 哎 快点啊 让姐夫接电话 哎 子涛 来接个电话 嗯 好了 谁呀 李斌找你有急事 走 李斌啊 刚才临时有点急事 耽搁了 啊 姐夫 那本子 那本子找上没有啊 还没有 好 事情出现了点反复 反复 什么反复啊 哎 今天公安局 刑警队接到一封匿名信 写信的那个人说 自己是抢劫犯 啊 还有这事啊 他还说在适当的时候 他会投案自首 不会吧 姐夫 还有人主动投案自首啊 你不可能 不代表他不可能吗 不不 姐夫 要真要 咱们怎么办啊 从现在开始 你轻易不要跟我联系 余超这边呢 我会继续施加压力 争取让他放弃这个案子 你那边呢 抓紧查一查 是不是你得罪了什么人 是他们干的 或者是你内部人 尤其是 你认为比较贴心的你的心腹 都有差清楚 总之 一定要赶在余超之间 把这个人给我找到 听到没有 行 姐夫 我明白了 来 都这个年纪了 清楚了 看这些是挺无聊的 多少有一点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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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儿子 起来吃早饭了 小刚 儿子 起了没有 出去了 走了都 早饭也不吃 跑哪去了他 儿子 不吃早饭啊 不吃 一会儿就回去吃 明天这两天我得留着身 不吃早饭怎么练 你这 你什么时候开始比赛这个 五月十八号 你给我留住什么呀 放心吧 场外指导的给你申请好了 这算你选对人了 就怕我没时间去 没事啊 爸 你要是去不了 就让小红说的去 给马锦录个线就行 我答应过他 行 爸 那是马锦的白胳膊 这你能认出来啊 行 两位赶紧回去吃早饭 好 乐了 都挺好的 谢谢啊 没事 好 哥 哥 你好 爸 我的鸽子呢 鸽子都喂完了 我忘了给你拍照片了 下次 拍视频吧 啊 拍视频吧 哦 拍视频 对 拍视频 刚才举子阿姨给我来电话了 不打有事回趟老家 是 是 他那个 爸爸病了 你和家无论谁生病了 都在拖了一堆人 这都是没 没有办法的 因为都是一家人 都是亲人 爸 你觉得鸽子阿姨怎么样了 挺好 挺好 你怎么想起问志 这么好的女人 却经常在家里挨打 所以鸽子离婚 我是支持的 哎呀 你就别关心这个了 你还在关心这个 我当然得关心啊 我生病的这些日子 多亏有鸽子阿姨跟你换换手 人都是心换心啊 我说你喝那个粥啊 那个粥 那粥你来 你来 喝的 喝吗 嗯 我喝啊 是我 王娟 我刚刚准备给你打过去呢 你还打过来了 嗯 那个 小锦的病怎么样了 还挺好 我这想说呢 说 昨天呢 你刚做了一个手术 手术 怎么做手术了呢 不是说是急性肝炎吗 做什么手术啊 别急你 别急我 我没有瞒你 我这不是跟你说吗 就是因为 那 马 马锦的肝胜啊 就长了个小油子 为了怕万一啊 就是 刘传啊 就是这个亲和人民医院的这个 刘院长 他就建议啊 就立刻给摘掉 怎么又长瘤子了呢 手术都是他亲自做的 就很成功 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做病理切片了吗 病理切片啊 这刚刚出来都良性的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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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报告 给我派上 你 你把报告给我发过来 你给我发过来一份 那我得跟那个医院去商量 人家病例报告是不让外传的 我 我现在就买 就就买车票 那 那我 我 我我 我晚上到情和好不好 别 别 我觉得你 你听我 你听我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啊 你听我说你面 因为马锦啊 他刚刚做完手术 我的情绪不稳定了 你 你这时候千万别出现 真的 你听我一句 我亲生女儿 做手术 我不在身边 我要去看他 你还拦着我 马栋生 你这是在惩罚我王娟吗 我 我怎么就不能去看看他呢 你怎么能怎么去想我呢 王娟 我这么多年啊 我在孩子面前 从来没有说过你不好 我惩罚你 我怎么这么惩罚 为什么要惩罚你 我花了大量的时间 我想让孩子在思想上 有一点转变 能够接纳你 你再等 等一段时间 你再来 行 行 王娟 王娟 你别哭了啊 你别哭了 你这件事 你一定要听我的 你 马锦子 你 妈 妈 我听你的 我听你的 那你答应我 你每天都得跟我说孩子的病情 你每天都得告诉我实情 你不能瞒着我 好 行 行 行 你放心 你放心 好 有 我给你打电话 放心吧 嗯 我挂了 你不是alayla 我给你个人 你确定 你已经退出了 你不见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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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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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王健的电话吧 对 他惦记你 你都跟他说了 没有 他就是担心你 他还会担心 担心啊 怎么能不担心呢 你是他身上掉下来的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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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妈妈啊 不管她做错了什么 不管你认不认她 她都是你妈妈 这是改变不了的 她还是爱你的 那年 你妈妈生你的时候 那是从早上七点多钟 然后把她推进产房 直到晚上你出生 整整的 整 耗费了十四个小时 但是 你知道为什么用了十四个小时 因为难产 特别危险 在你妈妈那时候就不管不顾了 她拼尽全力 要把你生下来 她是给了你生命了 她是给了你生命了 你 能不能给你妈妈一个机会 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两天有人往这里打电话的吗 除了一些推销电话 没有什么别的 你怎么脸色不好看 没事 跟他朋友吵架了 没事 你怎么脸色不好看 跟他朋友吵架了 吵架了 为什么呀 我们去逛街 我看中一条裙子 他选贵不给我买 还是因为钱 是啊 现在谁都缺钱 我觉得你就不缺钱 我是不缺 可我挣钱也不容易啊 我觉得你挣钱挺容易的 李丁 今天我找你来 还是谈谈 咱们被抢劫的事 哎呦 李总 你不是说不谈那家倒霉事了吗 再说了你都拉着我去公安局 都赔笑脸 又赔不适的 不都撤了吗 你老提他干嘛呀 我快吓死了 可我总不能被人当成傻瓜吧 没人把你当傻瓜呀 不是啊 不瞎不开眼了 非打车去呢 咱到底小子喝酒吗 查查这出租车 是 那我是纳闷的 你说李冰打车上 这西郊二环路的 十五路公交站 这也没看见 他跟什么人借头啊 他肯定在等那个人 那个人啊 谁啊 说清楚了 师傅 这个我不说 您肯定知道 我知道管什么用啊 证据 证据 光靠推理啊 跟着法官说 我知不知道成吗 你点啊 这两天啊 我一直在琢磨 慢慢的 我就琢磨了点名堂来了 啥名堂 你看 这保险柜里藏这么多钱 知道的人数必定有限 我怀疑啊 这兴许就是内鬼做的 俗话说得好啊 家贼难防啊 李总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听不出来吗 你是在怀疑我吗 那天就咱们两个人 我都吓成那样了 你现在怀疑我 我说是你了 我说是你了 你了 这案子呀 比咱们想象的复杂 你看你捋一下啊 李冰是着急忙慌地 要求咱们破案 结果不到一个礼拜 他又要求我们撤案 现在咱们领导 又提出要把专案组给撤了 这不奇怪吗 这也不是什么不复杂 役清炮 是小淡 demi 乱门 太远了 到飞了 点 拍手 这 弹 有点 不错 不错 不是 我们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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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怎么着 明哥 你在广场派出所挂石 再坚持一段吧 因为咱们这也是没辙 是吧 我一朋友说呢 弄不好 咱们人里头有对方的眼线 大家心里都清楚 咱这叫体外雄关 迫不得已 再也千万记住 这敦出点就咱们仨知道 不许刚刚任何人啊 明白 来 放一杯 河南 河南 来 来 你们 你们怎么来了 来找你聊聊 又 又来找我聊 我又没犯法 怎么找我聊什么呀 我说你犯法了吗 你别紧张 做个简单的门讯 简单行吧 嗯 还是那样子 我上次不都跟您说了吗 那天晚上 我开车拉我师傅去苏州 所以呢 那天晚上具体怎么回事 我都跟你说 行 行 行 这事我知道 我想问问你 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昨天晚上 这什么意思 昨天晚上 十点半左右 金星点在航门口 你是不是拉了个人 昨天晚上 是 是 是拉了个人 哎 走不走啊 你看看 是这个人吗 嗯 是他 我知道的 他叫李冰 对吧 你这不是有车吗 哎 晚上喝点酒不敢开了 我还问他 我说你不是有车吗 坐我车干嘛 他说他喝酒了不能开车 所以要坐我车 所以当时我还觉得挺奇怪的 哎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任何人喝酒都不能开车 是 这个道理我明白 但是吧 李队你知道 这个人喝了酒之后啊 他身上是有酒气的 他坐上我这车 我就一丁点酒味都没问着 奇怪吗 没有酒气 没有 我当时还纳门 你说这车上就我们两个人 他干嘛跟我说话啊 李队 你说的是什么东西 麦西先生 你也听闻香 哦 也听闻香没有了 那就点闻香好了 哎 好嘞 你把他送到哪里 西郊二环十五度公交站 西郊二环 姑娘 好多钱 哦 二十块钱 怎么着 你要辞职啊 李队啊 你跟我这么多年 也算是公司的元老啊 我李斌可是讲情讲义的 在监狱待那两年有能下跑了 可你坚持下来了 现在我从监狱出来了 你反而要辞职 就是我随便问你几句吗 你根本就不是随口问问 你看你还当真了 李总 你既然已经不相信我了 我没必要待下去了 你再好好想想 不要一时冲动 李总 我不是冲动 这两年 我每天提心吊胆 我就想睡个好觉 提心吊胆 你听到他说什么吗 他上车之后 打了个电话 我已经在路上了 打电话 给谁了 给谁打我就不知道了 那你听到电话里说什么吗 没什么车呀 好好好 明白了 明白了 好的 说什么没什么车 没什么人之类的吧 好的 打完这个电话 他就顺手把手机关了 关机了 对 你们这手机关机 不是有那个关机音乐吗 听到哪音乐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我半路就给了他撂下来 一二三 一坚子 走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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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费 你等着 小费 好 我叫啊 感谢你的配合 今天早了谈话内容 不希望你对别人提起 这回我懂 您放心 哎 这个是我的电话 我什么事记得找我 喂 李队 您上次给过我一张 我有 行行行 那我走了 好嘞好嘞好嘞 您慢走 哎 不不不不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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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儿你走 有个事我 我想问一下你 嗯 说 这是那个 对面 对面那事 对面什么事啊 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对面不是住了一个 教钢琴的女老师吗 嗯 她老公不是出车祸了吗 就这事 这样子不归我款啊 这算案子啊 怎么 你有线索啊 嗯 我有什么线索 我就一辣出租的 我是闲得没事 瞎打听 瞎打听 别瞎打听 别瞎打听啊 好 联系 好嘞 慢点啊 走 走 走 您前面挑一头 没事 你忙去吧 啊 啊 慢点 慢点看啊 你 这么说 一点余地都没有了 这个月工资我不要了 那就放我走吧 好啊 好 嗯 我知道了 你现在 是有钱了 你什么意思 还要我明说吗 你现在还在怀疑我 跟别人串通运气 抢你那点钱啊 我这么说的吗 这不是你说的 你怎么能别怨恨我了 别怨我 你老子要不是看在你头 我有一次在情怀上 我怎么早愣死你了 说啊 我钱呢 就不是我干的 你为什么要是这样做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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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点不要给人 检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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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先生您 没事吧 没事 姐夫 闭嘴 你这个蠢货 跟你说过多少次 没事不要给我打电话 姐夫 对对对 我知道啊 我有急事 我有个重大的新发现啊 新发现 对 我找到那个错案的人了 一个小时之后 联署期见 好好好 收到最后 是 对 规定 因为 我 把组织交给你 好 不是 我 在那里 它会不会 出现 好 他怎么会傻子打你 我也不知道 那跟有毛病一样 我就想不到他为什么会打我 一开始点到好被抢了 然后他就现在把公安部的 然后现在又说要撤案 什么 撤案 今天呢 我 我有理理的意思 这个 你看 你要出来 对 我想知道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怀疑那部人有鬼 说是我跟别人抢的 我就把人家就有毛病 让你走 你快吃 兄弟好好说话 兄弟好好说话 哎哎哎 是 你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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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去找你 来 把车洗 谢谢 姐莫 我来了 姐莫 我来了 姐莫 莫来啦 姐莫 莫来啦 姐莫 莫来啦 姐莫 莫 莫 这么快就要头训了 完全没想到 家嘴呢 对 家嘴 谁啊 米力 就是你那个小女秘书 对 就是她 她和她那小男朋友 一起干的 她坦白了 能不能用 现在还一个劲抵赖呢 是我分析的 你分析的 就你这样的脑子还能分析出来 你有什么证据 你一定是给人施加什么刑讯逼供了是不是 不不不 姐夫 我只是吓唬他一下 他马上就慌神了 我看你是荒唐 荒唐 不慌的 姐夫一点都不慌的 要不他怎么被吓得马上赶紧提出辞职啊 谁能禁得住你这样的吓我 李冰突然申请撤案 让马东升感到极大的困惑 既然李冰自称是受害人 这个案子又在秦河闹得如此沸沸扬扬 为什么突然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这个混蛋 当然不在乎那三十几万 那么他在乎什么呢 是这个带索的黑皮本吗 这些形同天数一样的数字和字母 是否真的掩盖了一些见不得阳光的罪恶 好 姐夫啊 这个没地儿可真是可疑啊 您是没看见当时 他那惊慌失措的样子 我真不是瞎懵的 行了 既然你是分析出来的 那你就小心了 背紧点 我也是这么想的 记住 不要闹出人命来 只要他把那个小盆子交出来就行了 钱呢花就花了 无所谓 总之这件事必须私了 可是姐夫他要不交出来呢 我心里要的是他必须把这东西交出来 连这个办法都没有吗 有 有 好 说你脑子笨吧 你还不服 记住啊 东西越小越好 明白 行了 你先走吧 我约了别的朋友 行 姐夫 那我先走吧 等等 记住了 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跟我联系 没准你的电话 早就被豫超那会儿人给监听了 我明白了 西方 那我先走了 来